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从你们而起的 一天在这里加盐加醋的 跑到这儿去加点盐加点醋 再跑到那里去加点味极 加点海椒面的 一个小小的事情就比你们说成很大 知道吧 所以导致今天二妹说的时候很清楚吧 对吧 她说的是你们一心黑肥 跟她撕戏了说了什么 知道吧 二妹年龄小我能理解她 我懂她 我理解我都说了 我既然选择她 我就能理解她的年龄小 但是年龄小也不能抓着一个见口呀 拿到年龄小就不能 不又吃饭了吗 年龄小就不又做事了吗 年龄小就要惯着吗 她该学习的地方还是要学习 该改变的地方还是要改变 这样子才会越来越好吗 这样子才会成长 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 拿到年龄小找一个见口 一辈子年龄小就就就就 就啥事也不用去干好 不用去做好了吗 这不是一个见口理由啊 对不对 年龄小我们不去跟她计较 我们能理解 让着她 但是她得要愿意学习呀 愿意改变自己呀 这样子才会变得越来越好呀 对吧 既然选择了 下腹彼此 对吧 既然炸在粉丝几千几万个人面前 面对这些粉丝家人们了 那么你要去 抖的这个网络 对吧 抖的这个粉丝们 要么你就不要出现在这个视频面前 对不对 你要出现在这个网络视频面前 你要选择出现 那你就要去接受 去面对 去改变 去成长 去学习 是不是 家人们 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 觉得我阿伟说的对的 扣个音 好吧 有些东西 我们也不是 所想的 而是 逼出来的 知道吧 谁不愿意天天躺在家里面 睡觉 吃饭吗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嘴巴扎开从天上而飞 这个 馒头吸放 这样更舒服吗 没有办法 知道吧 为了生存 没有办法 只能面对 只能面对 知道吧 家人们 我说句实话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不是来 不是来 享受的 知道吧 而是来挑战自己的 而是 让自己 试试自己 能照在什么位置 对吧 我们是来这个世界 看太阳怎么上杀 天怎么黑 太阳怎么出来 怎么上杀 怎么下杀 知道吧 而不是来这个世界玩的 谁不喜欢玩吗 谁不喜欢舒服吗 对吧 舒服是牛给什么的 你们知道的 我们要奔跑起来 嘴巴要动起来 脚要跑步起来 知道吧 才能改变未来 才能变得更好 没有办法 知道吧 如果说 你不愿意去学习 不愿意去改变 那你 真的只能 被这个社会淘汰了 知道吧 被这个社会淘汰了 你就个不上节奏了 知道吧 我也很累 知道吧 我也只想开开兮兮的 每一天 过活每一天 开开兮兮的 做一些我想做的事情 知道吧 我也不想这个样子 知道吧 不想过得很累 不想 不想 让别人瞧不起我 看不过我 知道吧 你们觉得阿伯 不想不想舒服吗 一天 我有啊 没完的 我也很累啊 我也天天想 躺在床上 嘴巴扎开 就从天上而掉 掉馅饼 扎开嘴巴 就直接吃 这样子 但是没有办法 为了生存 为了改变 为了更好 因为我们不是 我们有这个东西的 有这个东西的 都有的 需要去动起来 而不是去享受 知道吧 我希望我说的这些话 有些人能听得懂 也能听得继续 如果真正的 被这个社会淘汰了 那就没有办法了 给你 给你这个机会去成长 给你这个机会去学习 给你这个机会去改变 你不接受 对吧 你不接受去面对 你不接受 那没有办法呀 对不对 所以改变不了你呀 只有你自己 才能改变自己 你不愿意去面对 不愿意去学习 不愿意去成长 这个社会 只能自己改变自己 所以改变不了你的 知道吧 你不想做的 你不想做的事情 所以足足不了你 所以拉不动你 对吧 任何人都一样 不是针对谁 不是不是针对谁 我这些话 比如我会教你一次 教你两次 但是 你再不提话 或者再不愿意去学习 那我也没有耐心 知道吧 说白了 对吧 除非我 我的儿子 对吧 那我愿意去教他 但是除了我儿子 其他的 我都觉得没有这个耐心 说实话 连二妹 二妹没有在我直播间 可能 连不了了 没事了 真的我也不想说话 有时候 我也不想直播 也不想说话 但是不说话 解决不了问题 有些东西 我们得要去面对 知道吧 不是说逃避 不说话 就解决问题了 对吧 谢谢啊 谢谢理解啊 说来的女朋友 谢谢 不用说女朋友 不用说女朋友 感谢点赞 谢谢 来打一包 这轮子 家人们 咱们公平上 打一包正能量 对 公平上 打一包正能量 谢谢你们 打一包正能量 你们是一路看我过来的 我一路走来 真的 遇到了很多侃侃颗颗 2023年 到现在2024年 我以为 会走得很顺利 但没想到 还是这么的累 真的 累的 我有时候 不想说话 知道吧 因为像我那些员工 员工不是我说他们 有时候太背了 脑子里面抓的是 豆腐脑 太背了 就真的很被动 知道吧 很累 我真的 说实话 像我那些 公司里面的员工 那些 有些 有些管理员 有些 员工 真的脑子里面抓的是 豆腐脑 很背 知道吧 和背跟他们说话 他听不懂 听不懂 不说吗 不想听 不想听 不说吗 也不愿意学习 知道吧 知道自己脑子里面 抓的是豆腐脑 但是他不愿意去学习 知道吧 工作的时候 也不大回事 知道吧 懵逼的 有时候你跟他讲话 懵逼的 所以我很累 知道吧 我们脑子要 要撞起来 对不对 要动起来 说完这句话 我们下一句话 要该说什么话 对不对 那说完下一句话 下一句话该说什么 一句话 他这句话的内容 代表是什么 他不去思考 知道吧 所以我很累 知道吗 家人们 每天跟员工 一起开会 开完会 又出 刚刚才说的好好的 对吧 我说这样子做 这样子做 对吧 说的好好的 过了半个小时 就全部忘了 我跟他说了 十二十句话 可能就记住两句话 其他的都忘了 知道吧 第一 说实话 如果他权力以赴了 我能理解 但是那些缘故 真的没有权力以赴 脑子里面 抓的是豆花 而且没有用戏 去提我这些话 我开会的时候 我在上面讲 他们在下面 没有提机去 知道吧 我说的这些话 他们没有提机去 所以反而过了半个小时 就全都忘了 可能我说十句话 就记住了两句话 知道吧 根本就不愿意去学习 不愿意去了解这些事情 知道吧 该怎么去说 该怎么去做 他们不愿意去做 知道吧 不愿意去说 所以我很累 知道吧 家人 我很累 自以为很聪明 知道吧 其实这里抓的是豆腐脑 说实话 每天把那该开除的 也故意开除了 真的我很累 家人们 说实话 你说我 我找这些管理员干什么呢 我是找他们 我是带他们 是干什么吃的 如果躺皮 让我安慰 喂他们吃饭的话 我找他们 我带他们 是干什么吃的 对不对 说真的 我很累的 知道吧 很被动 懂了吗 明白了吗 家人们 不要说耳眉 我没有说耳眉 耳眉人很好 耳眉人特别的好 特别的牛 我不会说他一句不好的话 知道吧 他特别的厉害 特别的牛 也是很上年的一个女儿 我说的是我那些员工 今天气得我 要吐血了 知道吧 他们很被动 让我很累 知道吧 我那些管理员 那些公司里的管理员 让我很累 因为我觉得 他们脑子里面抓的是豆腐脑 跟他说十句话 等一下就全部忘了 可能就记住两句话 这样子的人真的是真的很累啊 而且我仇复的说 我开会的时候 我仇复的说 十遍八遍 我仇复他们是干什么 吃的呀 对不对 如果不能给我带来 带来更好的路线 那我带他们干什么呀 对不对 那我这个公司 还不如 我我又他们干什么呀 对不对 明天该开除的 还是开除了 没有办法 知道吧 该开除的 还是开除了 因为我觉得 我希望能带他们成长 既然选择跟阿伟哥一起干 那么我 我不想抛弃他们 我想 大家有这个缘费 认识了 那我想给他们一个好的机会 带他们 教他们成长 但是他们不愿意学习 知道吧 教他们成长 不愿意学习 比如跟他们出了 现在这样这样子 做这样这样子搞 等一下 过个半个小时 就全部忘了 然后脑子里面 不想去学习 不愿意学习 真的 我那些管理员 也年纪小 也有十多二十岁的 每个部门的年纪都不一样 但是这个年纪 跟年纪没有关系的 跟人有关系 知道吧 不要说我不给他们机会 真的 我给过机会的 梦想是挺大的 要买什么 买什么劳斯莱斯 或者以后要怎么怎么样 我要怎么怎么样 我为他们梦想 你的梦想是什么 梦想还挺多的 对啊 我 我 我一个星期都会跟 员工开一次会的 知道吧 我为他们 你们的梦想是什么 梦想 目标还挺大的 梦想买个 罗斯莱斯 梦想买个 杯池宝 梦想买一套房子 梦想给自己爸妈 更好的未来 梦想很多 但是这个梦想会 塔皮就会天上而掉吗 要努力呀 要改变呀 要成长呀 对不对 连为人处事 做人处事 都不知道怎么做 那怎么去改变呀 我知道他们不会 但是你要愿意学习呀 对不对 家人们 你连学习都不愿意去学习 那怎么成长 怎么改变 怎么实现你的梦想 对不对 怎么实现你的目标 我很累 真的很累 你又有什么事呀 你是不是有没完没了的啊 不是啊 我是不是找不到存在感啊 不是我跟你说嘛 你要看清楚现实呀 现实是 你跟二妹根本就不合适 你们根本就不是一类人 你有北市 让二妹喜欢你 你就去追 好吧 你就去追 你追到了 是你的北市 你一天有完没完 在跟我说出去干什么 天天来一下我的心情 我本来心情就够不好的了 被你们这些小人物搞得一天 我心里很难受 知道吧 你一天有完没完 在跟我说什么嘛 哎 我什么叫小人物呀 我 哪里你是大人物啊 哎呀 你自己 这现在你搞得一谈糟的话 你心情不好 就怪在我身上吗 二妹和你关系处不好 就是你看得出来 你们不是一类人 你一个是城市里面的 是不是 公子 一个是城市里面的 是不是 你董事长的儿子 一个都是 那村上的一个村姑 你们俩根本就不是一类人呀 你要看清楚这个现实啊 不是一类人 就跟你是一类人是吧 本来我跟二妹 本来就是门当户队 很合适的 他爸爸和我爸爸是认识的 我们都是一个地方的 我们都有 是不是 那你呢 哎 虽然你跟二妹有一点 哎 故事嘛 你们认识了 但是你喜欢他的 这个事情不能勉强的 你们哎 二妹的思想和你的思想是不一样的呀 知道吗 你看 喂 提不到吗 还有我 还有我今天在直播的时候 你那个管理员 王氏把我给那个 知道吗 你说嘛 你说你的 哎 我也不想跟你吵了 其实哎 真的没意思 就是二位啊 是吧 二位哥嘛 是吧 我也好好说话嘛 二位哥 我跟你说啊 有些东西 直播的好好的 你是不是又做了什么手脚 我又被封号了 我跟你说 你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你最好不要惹我 不要搞我 我跟你说 打一把正能量来 家人们 打一把正能量 支持们 支持二位的 来 打一把正能量 你最好不要搞我 知道吧 听清楚了吗 你说话呀 真的是一天 有完没完 真的是 好像我哪里 忍到他了 一夜的 感谢点赞来 叫人们 打一把正能量 没有关注安慰的 关注一下 直播间 四千六百人 马上五千人了 没有关注我的 关注一下 没有给我点赞的 点点赞 好吧 喂 你有什么要跟我说 你赶紧说吗 你全部说我吧 好吧 你全部说我吧 一次性说我吧 我发的很 你一下我心情 真的 你觉得 我刚刚有人就打 你觉得我跟二妹不配 那你配吗 你的意思 你配你就去追吧 对吧 我又不是没有让你 我又不是没有让你不要追 你能追到他 是你的本事 我佩服你 我给你点赞 知道吧 二妹选择你 我二话不说 但是他不喜欢你的 情况下 你不要去搞那些 没有的嘛 知道吧 哎 你一直想 哎 你是不是觉得 有钱就能为所欲为啊 你是不是这样觉得的 有钱有什么用啊 他不幸福呀 二妹 二妹哭了 你没看到吗 幸福吗 不幸福的话 有钱有什么用 二妹跟我在一起 哎 每天 是不是 是吧 白天 打一包 这能力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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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跟你说不通啊 真的跟你说不通 我实话 不是我跟你说呀 本来二妹 他就是农村里面的 你非要把他带到城里面去 然后他不适应的嘛 我都找过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了 还有 我跟你说 你不是有钱去能为所欲为的 有些东西不是钱能解决的 知道吗 你你虽然你可以给二妹更好的生活 但是你给不了他快乐 给不了他幸福的 我才是跟他门当户队 我才跟跟他合适 因为我们家庭情况都差不多 二妹跟我 你跟他家庭 就是你跟他的家庭情况区别太大了 你们枪差太多 是不是 你们你你们一边是你 哎 少都不说你们几千万是有的吧 那二妹家呢 啥也没有啊 所以说你们就是这一点有点区别 知道吧 你懂吗 你们思想上就完全就不同 哥们就不幸福不合适 你非要勉强人家 懂吗 我这样说你应该懂了吧 什么 二妹哥 所以说你就退出吧 好吗 退出吧 我求你了 这有句话怎么说呢 你都说过的嘛 这个叫 这个 公平记政吧 对吧 我都说了 我不 我不主打你追求他 知道吧 但是你也不要主打我追求他 好吧 这是我的权利 你追求他 你能追到他 我跟你比大拇指 我佩服你 我二话不说 他选择了你 我二话不说 如果他选择跟你在一起 我有多远我就走多远 知道不 但是你不要用这种方式 明白了吧 哎呀我怎么说你都不明白 你没有发现这几天你们关系都有点那个了吗 二妹为什么哭啊 你应该看得出来呀 我都早就跟你们说过了 二妹啊 我都 我那天跟二妹说的 他不听你知道吗 二妹我早就跟他说了 你是个农村里面的姑娘 就是你非要挤到城市里面去 你非要去跑到那边去 你根本就不会适应的 他不听啊 我怎么说他都不听 你看现在着了吧 他自己那个伤心 就是他自找的 二妹就是 这时候 听我的话 这不就完了吗 哎 为什么就不相信我呢 对不对 他现在也没有伤心啊 我跟你说了 他现在没有伤心 他只是那天 那天有点 有点生气了 知道吧 然后就 没有 没有控制住 知道吧 但是你 你 我跟你说 你不要早一句 受罗粹姑娘 又一句罗粹姑娘 罗粹姑娘就不能 悠悠城市的生活吗 你的意思 罗粹姑娘就只能 一辈子待在罗粹里面 干罗活 吃苦吗 是不是 不是说他 我不是说农村姑娘 就一辈子要待在村里面 干什么 我是想做的是 他根本就没有那个命啊 他本来应该就在农村里面 他就一辈子就应该在这儿 待着好好的 他那是是 他就是我跟你说 他爸爸妈妈 他年夜奶奶就是这样过来的 你非要改变他们这个家族的命运 有用吗 他们不不习惯呀 我跟你说 你踢好了 那个滑毛 我尊重你呢 你说我 我尊重你呢 我叫你一只滑毛 不尊重你呢 你啥也不是啊 你一天有完没完 在这里 天天连过来 真的很烦恼 还有一点就是 这个二妹 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怎么说 怎么那个 跟你没有关系 知道吧 你你也不要干净太早 二妹 她生她生气 是以为在乎我 因为她心里已经有我这个人的存在了 知道吧 所以呢 呃 她觉得呃 怎么样 可能后者就是说怎么样 她就给我闹一点期训 这问题不大啊 我这点事情我都解决不了 我怎么出来会吧 对吧 你不要高兴太早 你不要在那里 一天有完没完 知道吧 呃 呃 阿伟 好吧 你叫阿伟 我跟你说 其实我挺 就说我 觉得你挺好的 其实 你看 我喜欢二妹 如果我想把她 我就想着 呃 以后就是 结了婚 然后她那时是 长中接待什么 我就是想这样的 但是你的话 其实阿妹啥也不会干了 她也 她能干什么呢 她对你有什么帮助呢 那么 你说她好看吗 她也不是好看到什么 长 长得像 是不是 长得像明星一样的 也没有多好看 她也不会干啥 是不是 但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她 哎 但我想跟你说啊 但是有些人 她本该就属于我们这里 你没必要把她 是不是把她 喜欢一个人 挺好 喜欢一个人 没有那么多借口理由 知道吧 再说了 她会做法 她会洗衣服 她会做很多事情 而且她可以学习 就是她可以 可能她不会的 她可以去学 她年龄还小 知道吧 听懂了吗 知道吧 她可以去学习 只要她愿意学 愿意改变 她的未来 她的以后 一年后两年后 都会越来越好了 知道吧 我真服了 二位啊 你明明可以找一个比她更好的爱你你那边肯定不少啊 就是 虽然我没有见过别人 但是 电视上的我看 我跟你说啊 因为我什么都有 我都会 所以我只想找一个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会的 因为我想成能就一个是一个知道吧 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如果我自己有这个实力 我该有的我都有了 然后我再去找一个 我再去找一个什么都有的女孩 那你觉得 你觉得 对吧 那只会那个 那种了 但是呢 我想找一个什么都没有的 然后呢 去 很旧一个 班主 这是一个 知道了吗 明白了吗 但是你没必要去找一个这样的呀 你你你你也看到了这几天 他不不不合适城市里面的生活 哎 他跟我好好的 哎我们一起卖饲料 然后我们在我们店里面一起好好的淘淘实实的 哎 吃了吃了就是吃完饭睡觉 然后我们一起卖东西卖饲料 然后平平淡淡的过完这一辈子挺好 你非要把他扯到城市里面去 哎 哎呀我知道你为什么要跟我跟我说这么多 其实你就是怕因为二妹已经回来了吗 你想帮我劝一下 劝我不要去打扰二妹 但是 你不用说那么多啊 我是不会听你的 你跟我连麦也没有 你跟我说那么多也没有 好不好 是你连我的啊 是我连你的呀 你好意思 是我连你的 是我连你的 但是我连你的话 你可以拒绝 但是你就是怕 你我就知道你是怕我 哥对二妹做出什么过分的事情 你才接受我的连麦的 但是我想说的是 你不用 你还怎么 喜欢的人呢 有权利的 要吧 你跟我说这东西我也不会听呢 懂吗 所以说二妹现在回来了 现在就 这是我的一个机会 这是我的机会 这是我的好机会 你知道吗 你懂吗 你们现在吵架了 是我的机会 懂不懂 他现在回来了 我可以跟他单独相处 懂我这个意思吗 现在我还没去 我因为我最近挺忙的 懂吗 你跟他单独相处 他不喜欢你 你能干嘛吗 你能干什么 拿不成 你要没钱拿不成 我感觉的话 以前的话 因为我是后面来的 你前面来 所以跟他说了很多话 才把他 哄到手的 但是我现在 我也可以去 我也先去了 你现在忙的话 我可以先过去 就是 我可以跟他聊很多 现在我有优势了 你想想就开心 不用说了 你就 好好的在城市里面待着 其实你爸妈那么有钱 其实你们 说难听点 又不是没钱啊 这么多这么多是吧 那你没必要这样 我也是搞不懂你们了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这笔一个 那笔一个的 我肯定很潇洒呀 但我搞不懂你了 我跟你说 感情不是因为这些二名钱的 你说的那些都是 事外之物 这个感情没有关系的 明白了吧 不是 我是搞不懂你们城里面的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这笔一个 那笔一个 这么潇洒 不好吗 不要这样 虽然他 比城市里面那些女孩子 要乖是吧 要善良 是吧 要天真一点 但是啊 那你一天 一天一个 一天一个不好 不好吗 我都感觉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天哪 好幸福呀 好潇洒呀 那我搞不懂你们这些人 好好的这里面的呆着吗 那城里面多好啊 为什么要打扰我呢 我就服了 来直播间四千五百个人 马上五千人了 家人们知不支持安伟 支持安伟的抠个一 知道 我绝不会让那个环毛嘲笑的 知道吧 多大不说 支持我的抠个一 来 我已经觉得家人们 我绝不会让人家看笑话 绝不会让那个对面那个环毛 看不起我们 笑话我们 知道吧 没有啊 我想在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挺好玩的 城市里面生活 这么好 我都想去的 我如果是你 如果你 你 找别人 他只是一个 从农村 农村 是吧 你没有想过 其实你可以 活得更开心 活得更好呀 你没必要纠结一个二妹呀 我跟你说啊 找别一个 又别一个的人 是你啊 只有你做得出来 知道吧 直接你做得出来 不是我做得出来 我做得出来 知道吧 我要我要是那个有那个本事 有那个本事的话 我要是我的爸爸是你的爸爸一样的 有钱的话 那我肯定是吧 有你的话 那我肯定也这样啊 但是主要是你本来有那个命的 你为什么不去做那些事情呢 那挺好的呀 我感觉挺挺幸福的呀 你非要跟我这样 究竟有必要吗 我是成你的人 然后呢 我该拥有的都有 知道吧 所以呢 我去找一个 跟我一样有能力的 有实力的 我觉得 我觉得没意思 知道吧 所以我想找一个需要我照顾 需要我帮助的一个女孩 知道吧 成就他人 成长自己 知道吧 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他不需要你帮助啊 他有我在 现在我就离他 两公里吧 还是三公里 我离他很近 其实我这几天没准备好 我也有点忙 所以说 我想去找他 分分钟的事情 我现在就可以去他家 然后我爸爸也 很支持我 他也会支持我 他也会去 跟他爸爸 安慰着爸爸妈妈商量的 所以说我们的 我们现在 我要比较占优势一点 你可以放弃了 你已经没机会了 好吗 有些东西你要 分析出现实 打一波正能量 这样吗 没有关注安慰的 给安慰点 点一波关注 这样吗 Facebook 没有关注 我都关注一下 对 不要跟这个环保点关注 我要给他点关注 对 给我点关注就可以了 这样吗 不用给他点关注 你不是 但是你你今天应该很开心 哈哈哈哈 不是 你们吵架了 你们你们你们不幸福 你们过得不好 我肯定开心啊 我再告诉你一遍 我们没有吵架 再告诉你一遍啊 哎这个东西我知道啊 你们不开心 你们不幸福 我肯定开心啊 因为是吧 平时你们天天在那儿很相爱 很幸福的样子 我都看够了 但是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了 有些东西不能勉强 就是现在我说准了吗 他就是农村的 他就是一个村屋 你非要把他带到城市里面 去做什么太太 有必要吗 每个人都有他的自己的面子 我跟你说你的格局 你的格局很小 你的眼光 每个人都有他的面子 你的格局很小 你一辈子你就只能待在 待在那个 你们的镇上了 知道吧 你们的镇上 然后呢 一辈子卖你的饲料吧 你也只 反正我 只有欺负欺负你们 吹你的那些 现在自己啊 收到了